好 接下来我要来教各位这个蛮重要的 这部分是动画的第二部分 上次我们教了动画的第一部分是很简单的动画 那接下来要教的这个东西叫关节与骨架 那关节与骨架是用在 像比如说你是一个人 他有骨头 他可以动来动去 而且是他的动的方式 你用上次学的那种简单的动画是做不出来的 因为那个东西骨头的运动非常复杂 那像这种有骨头的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人物 那种东西就有点困难 必须要用这个关节与骨架 那我们先把画面切到正视角 因为我想做一些调整 而且我希望让它大一点 好 接下来我把这个立方体缩小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做一个类似四节棍的东西 那其实只是做示范而已 那我把它拉长 好 这是我们要的四节棍的第一节 摆一点好了 好 这是第一节 我按Shift D 复制出第二节 再按Shift D 复制出第三节 再按Shift D 复制出第四节 好 我看一下 F12 那有点太长了 我按B全选把它缩小一下 放下来 F12 OK 还是其实差不多了 我只要把相机的焦点往上移 移一下就可 好 差不多了 我现在让它照到我的这个关节骨架 那我就切到相机视角 然后把它拉大一点 现在切相机视角可能太快了 我还是先回到这里 好 我把它呢 对齐一点 接下来呢 我要做一件事 这边请各位可能要仔细一点 我按Shift A 这时候呢 我不再加入那种物件 我加入什么呢 我加入这里有一个叫做Armature 这里有一个人 这个就是关节骨架 我先加入一根骨头 一根骨头 那你会发现骨头跑哪里去了 不见了 因为它被这个 刚刚的这个视节骨的棒子挡住 所以呢 我在这边选 先选择Wireframe 这叫框线模式 这样子它就不会挡住你 OK 它不会挡住你 我们在编辑骨架的时候会比较好操作 好 接下来 当我还是在这根骨头上 我按Tab呢 会进入骨头的编辑模式 请注意我现在是在编骨头 我把这一个 这个现在我 它这个点变橘色的 代表说我现在正在编辑的是这个点 我把它按G往下拉 让骨头 让骨头跟这边对齐 OK 跟每一个四节棍的一个环节对齐 接下来呢 挤出法还是可以用 我按E把它挤出第二节的骨头 OK 我们放大一点 再按E把它挤出第三节的骨头 再按E把它挤出第四节的骨头 OK 这样我的骨头就好了 这是我整根的骨头 这是那个四节棍 现在你如果在这边呢 进行旋转 你会发现它跟骨头是没有关系的 按Ctrl Z 回复 我想让这个骨头跟这一个四节棍 绑在一起 怎么做呢 我先选第一节 OK 先选第一节 然后呢 我再选这个骨头 按Shift 接下来呢 我进入 进入 不是编辑模式 我进入一个叫做操控模式 只有你点在骨头上的时候 才会有这个操控模式 我进入操控模式 我选这一节 好 这时候呢 我选的是这一节跟刚刚的那一根 第一根 第一根的那个 那个 棒子 那我按Ctrl P 当我按Ctrl P的时候 它有一个Set Parent Tool 就是设复节点 之前我们也用过这个功能 但是我们没有用过它跟骨头之间按Ctrl P 那骨头跟 跟一般物件做 如果Ctrl P 就是Set Parent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可以 它可以 把父亲 设在骨头上面 OK 我选择我 把父亲 设在骨头上面 好 这样子呢 它这一根骨头 我跟这一个会绑在一起 那我怎么样子证明呢 我呢 你没有看到 这一个 我骨头动的时候 这一根跟我一起动 OK OK 好 所以呢 确定它绑在一起 这个步骤要做四次 所以 我先回到 回到 这个 物件模式 就是 我再选这个 我再选这个 然后呢 我再选骨头 我再进Post Mode 我再按Ctrl P 再绑一次 再来回到 记得回到物件模式 先选这个 再选这个 再选这个 再进入Post Mode 再按Ctrl P 好 这样子 我四个 理论上 应该都绑好了 我们来动动看 动一下 OK 这一根绑好 动一下 这一根 哇 没绑好 所以 不知道为什么它没绑好 所以我们只要 再绑一次 Action Mode 好 这一个 然后呢 OK 哦 哦 这是Edit Mode 不要搞出来 要Post Mode 再试一次 再试一次 这一根绑好 这一根也绑好 那这一根呢 有有绑好 那这一根呢 你按R去旋转 那有绑好 目前看起来四个都绑好 这样你就可以动了 这样可以动 OK 那如果你只是要一根一根的动 那这样子基本上就可以了 那所以一根一根的动 大概做到这边就没问题了 但是你在做股价操控的时候 往往不是只有一根一根动 你希望的是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 叫做反向关节运动 那什么叫反向关节运动 待会我会示范给各位看 就是说当我拉动一个子物体 那个母物体会跟着被拉动 那现在暂时 我要去设一下反向关节运动 我把这个拉出来 你会发现这里现在这是骨头 那我为了 为了要让这一个 我已经被我转动的东西恢复 原来的角度 我按LTR 那因为我只 只选到这根骨头 所以它就只有这个恢复 我按A 我按LTR 这样它全部都恢复成原本的角度 接下来我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选这一根 你注意看我现在这样子的话 它只有这根会动 但是我现在选它 我选这个Born Constraint 我选这个Born Constraint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里面有一个叫Tracking 然后Inverse Kinematic 这是 这是反向关节运动 我把它加入这个 反向关节运动的限制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